大家好,我是郭德纲 又到了郭论跟大伙聊天的时候了 这些日子为了忙这个电影宣传 去哪都去 去湖南,去上海 也做一些节目 也录一些个晚会 挺好 这个拍电影跟说像还真是不一样 这个拍电影呢分两个阶段 在拍电影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要以一个匠人的状态出现 所谓的匠人就是工匠 要以工匠的精神去拍戏 但是拍完戏之后呢 要以这个商人的面貌出现 因为你要把你的戏卖出去 我虽然说这个也在文艺圈 跟这大伙一块玩这么些年 但其实是自己独立的去运作电影 要把一个戏从制作到卖出去 其实之前也并不是很熟悉 这一接触才发现 哎呀 也只能说这行有特点 也挺好玩 但其实也真是很累 跟人打交道 跟一个独特的行业打交道 也真是其乐无穷 一忙这事呢 人家这个郭伦的编导就说 说您注意身体 您不要那什么 我就知道 他不是为了注意身体劝我 他是告诉我 得给他录东西了 该催着录这郭伦了 您才明白啊 我说你放心 我这个都耽误不了 大事小事都得干 挺好 那么今儿聊什么呢 就是也是 昨天一帮人吃饭聊天 其中有一个朋友问我 他是那个 说你爱读书 我说你说怎么着吧 他说这个 有一个词叫窃欲偷香 老听你说评书啊 说单口相声里边说 说这小子啊 如何如何 窃欲偷香 窃欲偷香是怎么讲 我给他大概念头念头 然后今天突然间我就想起来 我说这个其实挺好 这个题目好像也没人说过 那么今天呢 我就给大伙讲一讲 这个窃欲偷香 讲不敢说 我水平有限 就是跟您各位 咱们一块聊一聊 我把我知道的啊 我看的书 我听人说的 我大概念头念头 如果您觉得哎 哪不好 咱们一块探讨 您让我呢 多长的能耐 长的知识 也挺好 窃欲偷香 其实现在 要想把这个解释清楚呢 他就得拆开了说 窃欲是窃欲 偷香是偷香 但其实呢 这是从中国古代的这个 四大风流 从这传出来了 四大风流 说的是四个人 沈约受邀 寒寿偷香 相如窃欲 张场化霉 这么四个人 四位风流才子 这四个人留下来的 风流异事 但是这里边头一个人 比如说沈约受邀 其实这个说的不对 因为您一想象中说 风流运势肯定是 才子家人 浪迹江湖 一男一女 两个人怎么感情怎么好 谁爱谁 谁爱谁 这个一个风流的故事 但其实这沈约受邀 他没有故事 相反他跟风流俩字 他也扯不上关系 也不知谁就把人家 沈大爷跟那三位 就搁一块了 沈约呢 叫沈秀文 他是这个南朝人 家住哪 就是现在浙江 他是浙江人 在宋奇良三朝都做过官 所以您要是看书的话 在那旧史上 一般称他是良朝人 人家里边呢 从小家里有钱 而且呢 做官的人很多 可以说是出身于 士族的家庭 那个历史上一评论说 江东之豪 墨墙周沈 那个沈 说的就是沈家 这就说明了 家族社会地位 很显赫 这么一个状况 沈约达小的时候呢 就爱念书 白天把这书念完了 到晚上啊 不睡觉 我还得再温习一遍 他母亲就担心 说我的儿子呀 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你看别的孩子 这一天到晚呢 出去玩去 得从外面找回来 啪啪啪打一顿 才念书呢 你看我这个儿子 一天到晚的念书 白天也念 晚上也念 这样的话 身体就坏了呀 这太刻苦了 所以怎么办呢 就把他点灯的灯油 每次都少给他 减少他的灯油 让他灯灭了 你就得睡觉了 就说明 看书看得很过分 那么说年轻时候 这个沈约呢 当时就说 说他已经是 博通群集 写了一首好文章 而且他对史学 他有兴趣 打二十来岁开始 到他四十多岁 他曾经写了一部 近史 近朝的历史 但是很可惜 这个书到现在 咱们就知道 知道他写了 可是没有流传下来 也没人看过 史书上记载 说沈约生有异象 左眼呢 有俩同人 这个腰里边呢 有个紫颜色的 这么一块记 说这个生有异象 非为常人 当然这个就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 你楚项羽 也是有同人 楚重同嘛 现在可能医学说 他在研究毛病 在古代人都说 说这了不得了 就跟咱们说 说刘备似的 双手过膝 耳大吹尖 这俩耳朵 能搭了到肩板上 这手一伸出来 能过了膝盖 其实在细琢磨 刘备那样 他也不好看 那跟星星似的 但古代人说 这生有异象 非为常人 沈约受邀 文学上吧 就好多人 都爱说他这个 但一般就说 这人家好憔悴 身体不好 有病 心情很抑郁 就这么一个状态 可怜的 这么一个贬义的词汇 礼遇那个词不久吗 说沈妖攀命消磨 沈妖 沈妖说就是沈约 就是说这个 沈约的那个妖 这多难说 一不六神就说绕嘴了 苏东坡也提过这个 沈狼多病不胜医 说就是他嘛 甚至包括那个明代 那个诗人夏文淳写着 九杯千古四桃令 腰带三围恨沈狼 说这个腰带三围恨沈狼 沈狼说就是沈约 古人说了 韩寿投降 向荣窃欲 张场化媒 沈约受邀 是四大风流 古人理解的那个风流 跟咱们现在的风流 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他不是因为说男女之情 或者如何如何 他这个风流 其实是有病体消瘦的含义 这里边你如果说 把沈约跟妾欲偷乡的风流 放在一块 这个就委屈他了 他跟风流不挨着 咱也不知道当初是 哪位大爷就把这四位 搁一块了 但是除了沈先生之外 剩下的三位跟这个呢 还是有关联的 这里边比如说 沈玉偷乡 偷乡 这会儿可能好多人都知道 这个 韩寿偷乡 韩寿是西晋时候的 那么一个官 家里边好几辈都是做官的 西汉初年 诸侯王 韩王韩信的后代 这个不是那个 咱们说那个 为阳公展韩信 我们唱着兴讯那韩信 不是那韩信 就同名 她呢是西晋的开国功臣 甲冲的女婿 是她的姑爷 晋书上说 韩寿说 美姿帽 善荣旨 美姿帽 善荣旨 长得好看 个头也好 还会捣吃 现在说这种 风流 替堂 玉树临风 这么夸他吧 说这么意思 那么说 怎么叫偷乡呢 这有一故事 西晋的初年 进会地 那皇上进会地 进会地的老丈人 甲冲 招来这么一个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叫韩寿 把这韩寿招来 大伙一笑 哎呀 这韩寿长得帅 潇洒 要多好看 多好看 而且那办事啊 写个东西啊 方方面面的 就很完美 这么一小伙子 就给人这个 甲冲在手底下 这个议事 跟着一块干活啊 跟着一块打工什么的 这甲冲呢 就是 来吧 官员们手底 这些个办公人员啊 都来吧 CEO啊 UFO啊 ICO啊 不管是什么吧 就这些个大官小官都来 每次说 这官员们在一块 开会的时候 窗户外边 老有人偷看 谁呢 甲冲的小女儿 叫甲武 那不是甲武战争 甲武的 姓甲的甲 中午的五 这个小姑娘呢 就打着窗户看 啊 他爸爸开会呢 一眼就看见 这韩寿 哎呦 和这韩寿 这个好看的 都不行了 怎么这么好看呢 啊 回去 回自己的绣房 还念叨啊 韩寿 韩寿 韩寿啊 这韩寿 旁边呢 他家里有丫鬟呢 就得问小姐 您这是要 学什么文化知识呢 不能上学校去 还准备韩寿啊 这是我开玩笑了 就说 姑娘就说了 我今儿看见 我爸爸开会了 那坐立乌人 有一个 韩寿 长得又这么好 那么好 嗯 这个丫鬟呢 也好传闲话 啊 就把这个事 就告诉韩寿了 说那个谁 寿哥哥 你猜怎么着 家里那小姐啊 可瞧着你了 小姐一般人看不上 就爱你 啊 韩寿说小姐长什么样 呼 小姐长得可好看了 啊 又狗狗又丢丢啊 脑袋上带好多花 哥俩早上就是切糕 没那么好看的 那么说呢 就把韩寿说的 也动了心了 说那什么 我能不能见见小姐呢 啊 丫头说这可以 我愿意跟小姐 帮这个忙吧 啊 咱们不是说评书 咱也不是说咱口相 这个过程 我就不细说了啊 反正双方就约定好了 说一个日子 哪天哪天 什么几点 咱们俩得见个面 到了这天 这肯定得是夜里边 他不能白天去啊 白天人的府里这么些人啊 大官小官的 逮着不像话 哎 约定好了 这天夜里 这个 韩寿呢 翻墙头 进贾府 跟这贾武 又会 嗯 太聪明了 哎 就这个事干的呢 很巧妙 这个贾府上下就没人知道 除了那丫头 没人知道 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老头啊 贾冲啊 我觉得有问题 为什么呢 说我这规律 怎么 怎么这么喜欢打扮呢 一天到晚的 捣尺 描眉画电 原来也好捣尺 不像现在 现在捣尺都不行了 嗯 然后后来呢 又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就官员们开会 啊 贾冲坐在这一提鼻子 我觉得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有一股的味啊 这个香气啊 香都不行了 啊 谁身上这么香呢 闻来闻去 就闻到了 是寒瘦的身上 有股的味 而且这种香气 它 它不一般 啊 那不能说 一闻或 这蚊子香味 啊 不像话 啊 说这个 这种香料啊 是外国进贡的 嗯 而且呢 粘在身上之后呢 很长时间 它不会消失 贾冲心里咯噔一下子 因为这个是 外国进贡给皇上的 皇上把这个香料 赏给了他 也就是说 我家里有这个 其他人家不会有 他并不是说 普通的香 我能买 你也能买 这不是 这外国进贡 皇上赏给我的 别人家怎么会有呢 对不对 他有这个香 说明是我家里人给他 我家里谁给他 对吧 炒菜的厨子 给我赶大车的 给我遛狗的 不可能啊 想来想去 就怀疑到了 他可能会不会 跟我的女儿私通 可我们家 这院墙高大 炒这大院墙 磨砖对方 他怎么能 能进得来 而且怎么能够 出这种事 不相信 怎么也不相信 但是呢 老头聪明啊 你想做的那个官了 就假装 说哎呦 府里边丢东西了 你们查查吧 屋里屋外都看看 院墙也看看吧 找吧 就家里的管家啊 负责查院墙了 就开始四处查 查来查去 最后说了 说跟您回 其他的地方 没有任何异常情况 只有东北角的院墙 好像看着有人爬过 那这院墙高啊 他还说 这不可能有人能 能怎么怎么样啊 是吧 这原文就说了 说无余异 为东北角 如狐狸行处 别处没事 只有东北角 如狐狸行处 就像狐狸 打那出来进去似的 那谁叫狐狸上墙啊 是不是 老头的心里 就算明白了 那就跟闺女有关系吧 没问闺女 先把身边的丫鬟叫来 你说实话 哎不说实话 就活活打死你 打死你 救活了 还打死你 小丫鬟害怕了 我跟您说实话 我这祝人为乐 小姐瞧上他了 那我这如何如何 你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 贾冲也没有办法 你说能怎么着 是吧 得了 那就这样问问闺女们 闺女说我很爱她 好吧 你们谁也别提这事啊 就偷偷的把闺女 嫁给了这个 寒寿 原文上说 说冲蜜之 虽一女妻寿 冲蜜之 就是假冲啊 把这事啊 没对外喊 当个秘密存起来了 虽一女妻寿 于是把自己的女儿 作为妻子 给了韩寿 是一道庄俊 虽一女妻寿 就是嫁给了韩寿 你就这事闹闹 当然给韩寿 这个也对得起 因为韩寿人家里边 刚才他们说了 家里挺有名啊 多少辈 也都是这个做大官的 挺好 这个呢 叫韩寿偷乡 当然了 这个后来的故事 就就挺复杂了 因为这个韩寿先生 是名利双周啊 但是他死了之后 他们家这个不太愉快 因为什么呢 甲午的姐姐 大伙都知道 甲南风 就是晋慧帝的皇后 这是后来天下大乱 当然这个咱们就不细说 因为要说那个 一个是离题太远 跟这个不挨着 到了清朝嘉庆年间 韩寿的墓啊 在一个古井里边发现了 一直凡解放之前 韩寿的墓表 都藏漆的这个 收藏在洛阳 千香安村骨骼 现在存的这个官邻 西进元康出 韩寿去世了 他这一生呢 反正很幸福 也挺浪漫吧 这一切都是因为 跟甲午这个 偷乡的这个 千古传奇挺好 韩寿偷乡 大概是这么个东西 当然要信着说 他们家这事后边 特别复杂 咱们不在咱们故事之内 咱们就不多说了 韩寿偷乡 有偷乡就有窃玉 其实这个窃玉 最早的时候 窃玉怎么说呢 说的不是说 这个谁谁 有这么个真事 他就是唐代 杨贵妃都知道吧 那杨贵妃 杨贵妃盗窃 宁王的御敌 是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唐玄宗啊 跟这个弟兄们 各个王啊 经常都在一块 说咱们睡大觉吧 喝大酒呗 跳大舞唱大歌 完事呢 就老在一块待着 这样的话 杨贵妃呢 就有机会 跟这些个王啊 能够见面 在这些王里边 有一个宁王 风流倜傥 放荡不济 喜好音乐 三仙四胡皮 大软 钢琴 快板 什么都行 挺热闹 所以说这一点呢 古书上记载 说颇得杨氏之意 暗生谢爱 杨贵妃 有点爱这个宁王 宁王有一个 特别喜欢的 一个玉器 就是紫玉雕的笛子 有一次呢 杨贵妃把这笛子拿走了 拿玉笛的用意 不是在玉笛 而是在试探 那个有一诗说的嘛 梨花静院 乌人剑 先把宁王玉笛吹 那我喜欢你 我把你这玉笛拿走了 就好比爱唱快板的张三 把你板拿走了 目的是 你不得找板来吗 咱俩就能好上 杨贵妃跟宁王 有这么一点小暧昧 但是这个 让唐玄宗很生气 差点因为这个事 就把杨贵妃置于死地了 所以后来说 妾玉 妾玉其实是指的 杨贵妃盗窃宁王的玉笛 妾玉 但是在四大风流里边呢 我们指的不是他 指的是相儒妾玉 相儒就是司马相儒 司马相儒就不用说太多了 四川人汉朝的文学家 他本来呢 不叫司马相儒 他叫司马长青 长青 他因为很羡慕战国时候 那个吝相儒 您看过京剧 您知道咱们有这个吝相儒啊 连泊三次党道 那个故事 那里边那吝相儒很厉害 司马长青 你看这相儒 我这个人很厉害 因为仰慕他 就把名字改了 改名叫司马相儒 这种少年时代 就喜欢读书 练剑 到二十多岁呢 买了个官 跟了汉景帝的身边 这官也不大 而且也没什么正经事 所以呢 他总有这个 我这个不遇知音呢 我在这待着 我没意思 没意思干嘛呢 得了 后来我不干了 戒病辞官 我身体不好 我辞官 我出去玩下去哪呢 去这个地儿 就是到林穷 林穷好地方 有一副对联说林穷 风月无边 长安北望三千里 江山入化 天府难来 第一周 不去环子罢了 到这儿碰见卓文君了